尤其是 它表面的粉紅色 う到水 Q性 軟性 都在裡面 讚 這個豬是吃玉米的 所以它有帶一股玉米的甜度 帶這個去 絕對不會丟臉 讓你有面子 歡迎來到川霸的幸福食堂 Yeah 川霸 我跟你說 我這個週末想要去宜蘭玩 然後我想要準備一道很厲害的野餐料理 你要去野餐嗎 好那我們做豬肋排三明治來做野餐的料理好了 好啊 OK 來 來 給你介紹 這是什麼 這是美國火烤豬肋排 看起來就很厲害耶 介紹你好料的 來 打開給你看 哇 純霸 它這裡面是真空包裝的耶 對啊 真空包裝比較容易保鮮 這個肉品已經是熟的 所以我可以節省很多我醃料的時間 味道都已經進去了 我們喜歡什麼風味就放什麼樣的料 那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好 來 我們現在來做調味 好 這樣子 整片人家已經都處理得好好的 打開越視覺上越來越震撼了 所以媽你現在撒的這是什麼調味料 這是肉類的調味料 我有調一些紅胡椒粉 大蒜粉 洋蔥粉 OK 那我們把它包起來 這樣包起來完成一半了 簡不簡單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來 我們現在進烤箱 進烤箱的同時 我們來調一些經典的BBQ醬子 番茄醬 番茄醬 然後再來芥末 然後再來糖 黑糖 黑糖 對 黑糖 好酷喔 它會焦化 會有一股風味 再來這個是水果醋 那這個是烏醋 美國烏醋 你不要去買台灣的烏醋 味道不一樣 好 我們把火打開 對 溫度不要太高 像這樣子 有點勾勾的 對 中間化開 不會一下子就補起來 這樣就可以了 好 現在我們的肉已經烤好了 好 已經回來了 我們把它拆開 看 哇 香噴噴的 哇 好不錯喔 我們說肉汁 裡面的汁 都可以浪費 對 那些都是肉汁 擦我們的BBQ醬子 塗一面就好了 對 塗一面就好 塗厚一點 好 我們現在要進烤箱了 哇 來 擦好了 好讚喔 我告訴你 讓你把骨頭抽出來療癒一下 抽出來 你確定 可以可以 沒問題 那我要轉囉 好 欸 欸 欸 哇 你看好像冒煙耶 哇 我切一塊給佩佩看 哇 這觀眾看著就覺得肉超嫩的耶 有沒有 這已經都膠化了 膠質化了 這個來做三明治真的是棒 好 我們現在肉片切好了 嗯 那我現在來包三明治 好 那首先我們用小黃瓜 一般美國正常吃法是用黃瓜 對 用酸黃瓜 然後再來我們放 番茄 肉 它表面的粉紅色有夠水 還要一層肉啊 對 可以少了我的肉 還有我的壽司 BBQ壽司 讓它風味更濃郁 好 好 今天完美的豬肋排三明治完成 耶 好期待 來佩佩妳試試看 好 妳嘗一塊看看 看它的柔軟度 還有它的那個 欸 對 等這一瞬間 我等了很久 輕性軟性都在裡面 讚 它咬一咬然後它的那個肉香 肉香會一直慢慢的出來 香香的甜甜的 最主要是 這個豬是吃玉米的 所以它有帶一股玉米的甜度 而且完全沒有臭耶 甜味 所以如果你看到豬肉那個新臭味的人 你絕對可以試試看 對 味道真的很豐富 那我們今天這道 野餐必備的 美國豬肉排三明治 對 成功 耶 大家一定要在家裡試過看看喔 會有豬肉排很常搭BBQ的時候 何味啊 何味 很合味的 很合味 很合味 春飽的每日台語小教室 合味 沒錯 再唸一次 何味 合味 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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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ethyl 有 多分 你的 북 窩 怎麼了 口 莫